我们来说一说随机过程里面的马尔科夫列蒙特卡洛方法 这名字特别长是吧 大家不要害怕 其实就是两个词拼到一起的 其中一个是马尔科夫列 这个我们之前已经在很多的章节和例子里面已经接触过了 那什么叫蒙特卡洛方法呢 我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就是怎么来计算一个圆的面积 你可能会觉得这问题很傻 圆的面积谁不会求啊 小学生都会求对吧 S等于πr方 是吧 这样一个很简单的公式 把数字一套上就行了 那么我们既然已经不是小学生了 我就问大家另一个问题 你会求圆这样一个面积 我们把圆看作一个函数图像 它包围的这个面积是可以的对吧 那你怎么计算这个函数图像 它包含的面积 请你给我一个公式 这个皮卡丘 你求一求这个皮卡丘 它覆盖了多大面积 现在是不是没有这样一个 S等于πr方 或者类似这样的一个公式了 对吧 即便你把这个生成皮卡丘图像的原始函数找出来 你想求它的面积是不是仍然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啊 比如做一些积分 积分还不是说一个变量从哪去到哪就行了 中间要涉及到很多这个再加减这样的操作 那么我们想 如果你倒退回去看 你不知道圆的面积这个公式 那有没有办法求圆的面积呢 也不是就完全不行啊 蒙特卡洛方法就是这样一种思路 解决一个你不知道公式 然后呢 只能靠猜的这么一个问题 但猜不是随便猜 猜是要依据的 这里的依据就是统计分布 统计学上的依据 蒙特卡洛方法 如果用这个套路来求圆的面积 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并不知道啊 这个圆它的公式是什么 但是呢 我可以把不知道的跟知道的做一个比较 比如我知道一乘一 这个方形 它面积还是一 那么这样一个圆 我画一个它的那些圆 现在啊 我就随机的开始往这个 这一片土地上开始撒点 这个点如果扔在圆里面 我计为红点 扔在圆的外面 这个方形的里面 我计为蓝点 我们就这么随机的扔 一定要随机 你不能有规律 有规律那就带来一些偏差了 当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是不是只要数一数 红点和蓝点的这个 个数 它们的比例 我就能找到圆的面积 当然你说这很不精确 没错 确实不精确 因为我们看左边这个图里面 这些点太少了 只是小二科而已 那这个方法的精确度 随着点的增多 会越来越高 当你这个点 如果你这些点都是密集的 能覆盖到整个面积的话 虽然不太可能啊 那你其实得到的 就已经是一个解析节了 我们可以看右边这个动图 随着点的个数n越来越多 那么我们求得的这个圆周率 它也是逐渐收敛到 那个真实的值 所以蒙特卡洛是这么一个方法 蒙特卡洛的核心就是随机 猜 猜完了之后再去评判 猜测评判 猜测评判 就这样不断的循环 这就是蒙特卡洛方法的 一个根本理念 那么猜完了之后 也不是说就完事了 就放哪儿了 我们还需要做贝叶斯推断 那么贝叶斯定律 大家都应该比较熟了 对吧 我们之前常见的形式 里面写的是 XY或者是AB 我们现在把其中里面两个样 换成θ和D 你看它代表了个啥意思呢 D就是我们观测到的数据 θ 比如说刚才那个 球员的面积 你撒了多少点 这些点都落在哪 这就是D 那θ是什么呢 我们实际上 虽然不知道 这个圆面积的公式 但是我们肯定是能够想到 有某些参数 我们可以鲜艳的猜一个 公式的样子 然后把里面的一些参数 当作位置量 去衡量 就是摩险的参数 比如在刚才那个里面 如果你假定 圆的面积 肯定跟半径 成平方 但是中间这个常数 你不知道 那么θ就是π 我们甚至可以用 摩特卡罗方法 去求解圆周率 然后里面的这几个概率呢 pθ就是在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你会先猜一个 这个θ它怎么分布的 这是鲜艳的 而给定了这个参数之后 怎么生成这些数据呢 这个叫做自然 这个也不是很难求 关键是 你通过鲜艳和自然 其实就能够得到后验 后验概率就是 怎么样的一个参数 能够让当下观察条件 观察数据的条件下 出现这样一种局面的可能性最高 其实就这么一件事 那么这个马尔可夫列 蒙特卡罗方法 如果你综合起来 它本质上其实是一种 概率图模型 是做了一个贝叶茨推断 给定观测数据 和一些鲜艳信息 我们要求的是 后验分布 也就是拿这个自然去修正 我们刚开始的鲜艳的猜测 比如说现在有这么一个函数 是上面这些实现点 我也不知道这个函数 它具体是长什么样子 对吗 那我可以就先随机生成 这个生成的过程呢 其实也叫做采样 而我不可能说 把整个样本很精细的 都采出来 根据我的计算条件 我生成这么一系列样本 随着原先这个函数 它的函数值越大的比方 那么从概率上来讲 采样 采到这个点的概率也最大 那么随着采点的数量 逐渐增多 就基本你合出了一个 跟着这个后验方式 那个后验区前走进 这个一个累计函数 也就是说 当然你撒点越多 是不是这个函数 就越重 越细 越密集 从离散的就越来越 倾近于解析的 马尔可夫列 蒙特卡洛方法呢 刚才我们提到的是 一些基本的大的概念 它其实不是指的 某一个特定方法 而是一系列方法 那么这一系列方法 在生活中非常常用 在机器学习里面也很重要 其中比较经典的一个 叫做Metropolis Castings 那这个方法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呢 首先 它的基本理念 仍然还是先猜 再验证 这个猜是怎么猜的呢 有一个叫做Transition Model 它其实就是给出了一个 原有参数 有的不是采样也采了一些 原有参数的前提下 发生一个新参数 这个新参数 其实也是随机猜出来的 虽然它符合某一个分布 这就是蒙特卡洛 一个基本的技巧吧 一个常用套 那么这个新参数 它怎么生成的呢 它是不是只和当下那个参数有关 它和你之前这些参数 怎么变化的有关 这是一个无记忆的过程 也符合马尔克弗脸 你看这不就合起来了吗 马尔克弗脸 蒙特卡洛方法 所以这个Transition Model 这个模型是怎么用 其实它没有规定 必须长啥样 一般我们至少会找一个对称图像 当你不知道 该用一个什么概率分布的时候 用正态分布或者高斯分布 一般问题是不会太大的 不妨我们就说 这个怎么通过原来的θ 生成一个新θ呢 可以把这两件这个条件概率呢 比作一个正态分布 这个正态分布的期望值 就是现在的θ 现在的参数 在代码里面叫θCurrent 同时你肯定得是一个随机变量 因为你这个分布可能有一个方差 或者是标准差 如果你标准差是零的话 说明你每次生成都同一个常数 那就没有后面猜测的意义 那么你光生成不行 生成之后我们还要检验一下 看生成的好不好 是不是能够比我们刚开始初始拥有的这些信息 这些鲜艳的东西更进一步 那么就有一个判断 接受还是拒绝的过程 怎么判断你新生成的这个θ一撇 好不好呢 我们来求一个比例 这个比例是 在当下的这个数据前提下 对吧 已知现在的数据 那么 哪一种θ 哪一种参数的可能性更高呢 肯定越高越好 对吧 那已经来了 这个后焰我们是不知道的 不知道也没事 我们通过贝叶斯定律 把鲜艳和四燃的形式写出来 你会发现两边的分母就没了 两边分母就是PD嘛 PD你不求也行 不求也可以预约分掉 你求的话 它其实 你甚至可以以为它 它是预约 当下这个数据已经拿着放在这了 那么这个ratio呢 是一个跟鲜艳和四燃都有关的 如果这个ratio呢 它大于1 那那是我们新生成的这个参数不错 有进步 我们就接受这一个新的参数 然后就把这新参数当作下一步的 原来的θ一撇 就变成不带符号的θ了 对吧 所以你一步步迭代嘛 上一次挺好心来的 下一次 那么如果ratio小于1 严格来讲叫小于等于1 是不是这事就玩犊子了呢 是不是我们就压根不管了 也不是 如果这个ratio真的小于等于1的话 我们还可以再给它一次挽救的机会 怎么给呢 这个ratio 首先我们知道它肯定大于0 是一个0到1之间的一个分布 因为你已经确定它小于等于1了 我们从0到1里面的均匀分布里 再取一个随机数 均匀分布 取到谁 取到0.5 还是0.3 还是0.9 概率是一样 选一个随机数 拿这个随机数再去跟ratio去比 如果这次ratio虽然比1小 但是能比这个新选出来的随机数大 证明它是有点出息的 只是比1小而已 不丢人 我们呢 仍然利用这次机会 接受这个先开车 如果这个从01均匀分布里面 出来的这个随机数都没比过的话 那这个ratio实在是没眼看 实在是完全不能要 那我们来还是看一下这个代码 刚刚的这个理论上的一些讲解啊 配合这个代码 我想大家会更加好理解 首先我们有一个model 这个model干嘛呢 这个model是我们来生成一些真实数据 这个真实 所谓的真实就是我们将来想要去反向推断的目标 那么我生成三万个点 从中里面呢 我取1000个 取出来是这个样子 在我生成这个东西的时候啊 其实它先厌的就是分布 符合这个正态分布的 我们哪怕看着它好像符合正态分布 但是我们在下一步 还得装作不知道 如果你已经知道这个 它的期望啊 方差这些就没意思了 对吧 你得装作不知道 不知道是我们也先假装它是真实分布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以合的目标 那么transition model 还有这个后焰 我们会假设一种 跟后焰成比例的一个函数 我们假定这个后焰 它符合正态分布 那么怎么确定一个正态分布呢 两个数字 一个是期望μ 一个是标准差 σ 那这里我们再简化一下 我们就把这个期望值当作平均值 我们认为期望值已经定了 那现在呢就看剩下这个 正态分布的这个曲线呢 它多宽多窄 是什么形状 那这个形状由σ来控制 我们现在相当于就根据 你有的这1000个样本 去反向推断 这个实际生成了3万多样本的分布 它如果是一个正态分布的话 它σ 这标准差应该是多少 那么接不接受这个新参测的参数的条件呢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是这样的 为什么写作log呢 因为这样可以把原来的一些连续乘法 改成加法 这在数据计算上是比较好的 因为我们看这里面都不乏有一些概率问题 是吧 它都是大约0小于1的 那那么多的概率乘过来乘过去 越乘越小 越乘越小 最后可能乘着乘着又没了 这是我们想避免的 那最新模的 我们用normal正态分布呢 来定义一下 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三派里面 把这个正态分布的函数求出来 我们也可以手动的来写一下 这个不复杂 对吧 你只要根据对照的上面的一些公式 慢慢敲打 肯定早晚能够敲出来 那么是否接受这样一个新的猜测呢 比较一下 一个是求ratial 如果new大于现在的current 那OK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再生成一个accept 就是从01均匀分布里面出来的 如果这个accept比这个要小 那什么还有旧 如果比它还大的话说明新的这个参数猜测太不堪了 就不要了 好 类似的这个过程呢 不断的迭代下去 我们没一步 往前走一点点 随机的找到一个新的猜测 然后看要不要接受呢 要不要接受呢 肯定我们也希望它接受 因为你接受了相当于参数就更新了 你的模型才会变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贴合实际 逆行这个函数 看看我们的猜测呀 得接受了几次 对 拒绝了几次 那么叠掉一个结果 就是这样 我们刚开始这个feed嘛 刚才是猜肯定瞎猜啊 猜个小点的数吧 可能就只有这样 一点点可能就可能0.2 0.1 0.2不到 所以就慢慢的猜 你看有很多被拒绝掉的 刚开始我们这个蓝的 它是有一个要往上走的趋势 所以你看底下这些不够高的 这样猜了 你越猜越小的话 各方面的这个差别就越大了 猜猜猜 猜到大概是等于3的时候 那么这个波动啊 就不光是在下面了 是吧 风叉不光在蓝点下面了 开始上下都有了 进入这么一个状态 从铺向上我们也不难看出 它现在慢慢的稳定在了 这样一个区间里面 如果我们在这儿 拉条线的话 是我们可以猜 大致是3 这个3猜的怎么样呢 我们看这些假数据 怎么生成的 不就拿normal生成的吗 这期望值是仿差 所以如果你的这个收敛 收敛在三附近 跟你一开始自己设的这个 概率分布的参数一样 那么其实这个答案 你已经有了 你已经有了 那么在我们猜测出来的 经过这个马尔可夫列蒙特卡罗方法 散推出来的参数指导下 跟我们的原来的函数 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大家可以做一个思考 如果你猜的这个数字 这个参数越接近 你把它俩的函数图像画出来 可以也越接近 这里我们看 概率最大的里面 如果你看最高的几个峰 基本都在3.0到3.1附近 如果再精确的话 可能是3.0多一点 接近3.1 你说为什么不正好是3呢 哪里那么巧的事 这个我们生成的三万个样本 我们采取了1000个 以相当于用三十分之一的数据 去推断整个三十倍大样本的这么一个走势 所以这个结果其实还算不错 那么更多的详情呢 这几节的大家可以参阅我们的代码原文件 谢谢大家